3.帕金森定律 大家好,这里是非正式超简单开脑洞学经营的小白训练营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帕金森定律 真是世人多好办事吗? 帕金森定律也可称为官场病、组织麻痹病或者大企业病 源自于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诺斯·古德·帕金森在1958年出版的《帕金森定律》一书的标题 用来解释官场的形形色色 比如,审查超过几个亿的建筑工程与修建停车厂征宇棚几千元预算相对比 多数的领导因为自身专业不足或事前准备不够充分 没办法在工程兴建工作审查上有所贡献 所以草草结束 但对于更新停车厂征宇棚却颇有想法 甚至连使用的材料都资诸必较 结果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讨论 以稍低于原本的预算通过 还因此沾沾自喜 这也叫芝麻绿豆定律 也就是说一群委员对于较小的议案要再三讨论 一而不决 对较大的议案反而快速通过 如此犯了决策大忌 类似情况国内外都有数不完的案例 这和是不是先进国家没什么关系 这是官僚架构的特色之一 避免承担事情失败的责任 要想解决帕金森定律的癥结 必须把管理单位的用人权 放在一个公正、公开、平等、科学、合理的用人制度上 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帕金森定律 你了解了吗 我们下期见